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灣生 在這邊長大 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到美國去 開始從事畫畫的工作 一直畫到一段時間以後 到2010年左右 有個機會我就想說 我應該幫台灣多做點什麼東西 我離開那邊那麼久 有一種是虧欠感 我覺得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別人可能不太容易做 或是我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這樣子開始 關於這本《時光寫生》 就是自己從以前走過來的 有一些是自己主觀的東西 有一些是客觀所收集的資料 把它編編起來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我大概策劃的時候 我花了大概三四年的時間 在想這本書怎麼樣弄 我一方面收藏資料 一方面在想把它構成的時候 就想到說 因為時間在推展 那個空間也在改變 所以這邊開始 就假設一個小孩子 在牧床上睡著的小孩子 順著河啊 就流到那個坑洞裡面 那經過這樣的石英岩的洞流出來 然後有一個支流的水呢 把它弄醒過來 醒過來的時候 它發現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就是一個台灣的鄉下地方 就是一個小的批判 所以說 表面上是一個看起來很輕鬆的話 裡面也有隱藏一些對於背景 對於一些我們所知道的事情 有一點點小小的批判 但是當然是比較柔和的方式 湊起來我才講是一個 如果英文來講 我下了一個比較serious的題目 叫APIC 就是史詩好像他們在說 河馬史詩那種感覺 因為也這樣子很長 一段時間的這個過程 那看起來輕鬆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是 應該是一個很有意義 對我來講是那麼多年來的 算是一種statement 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這樣子 而是永遠都會這樣 作詞曲有關